因为马龙的短球不次于王浩 他虽然拧拉这边不如王浩 但是他反手的敲击 包括白转以后的迅速转正手 他这种能力还挺强的 他基本上我觉得在前三板上的 他上手现在 起码前三板上手比王浩多 前两三线的衔接比王浩稍微快 而且从落点上 他能打住王浩的中间正手 这些都是对王浩还是人说的 都是有效的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场南丹决赛 我爱你 我爱你 2-1 漂亮 王浩现在技术也很全面 反手里头他能强势 刚才这个球里头 他防御完能转攻 对于他来说也是难能可贵 看王浩这种强势的球 特别是意料之外的球 像对方发力的时候 他还能给出高质量的这种纸板横打 像他这种球确实让人感觉到很害怕 很恐惧 但是王浩他如果在这个灵巧性方面 在短球方面 特别是在场上竞争状态方面 能够再积极再灵活一些 这个球王浩我觉得还 他还能够 还有空间 还有空间 还会更完善 老天有时候也是公平的 像这种能力强的人 他相反的 我们就说王浩要有马林那种抠劲 要用王立琴那种要劲加起来 那多厉害 是吧 马林的天赋不如王浩 但是他的后天努力 他就充分有旋转有变化 用他的球伤智商来打球 我想马林的这个球伤 应该是最高的 4-5 4-5 来吧 6-4 王浩连续两个接发球得分 一个高质量的侧拉 刚才呢 前面是一个正合短球的挑打 6-4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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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您觉得像王浩 包括马龙 他们俩平时在比赛的时候 假如说输掉比赛 发挥的不好 成绩不好的时候 对他们平时生活上的情绪 包括训练之余的这种人的精神状态 影响大吗 就他们的性格 我觉得对王浩稍微好一点 对马龙来说更严重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马龙来说 我觉得他付出大的更要 因为他的天赋 他的能力来说 这种运动能力来说 比王浩要稍微弱一点 但是他后天非常努力 现在就说他已经到 现在排名世界第二 在排名世界第一的时候 我都跟观众说 他一天四练 一天四练 其实我们安排两次 他早上去出操 晚上他还练 包括这次 这个卡塔尔 卡塔尔公开赛 包括这迪拜公开赛 就临出发前两天他还练 没有其他业余生活吧 像马龙 他也有 他们喜欢听听音乐 现在马龙老想学点 916 他外头听说的 他找了个 报了个班 他有时间报班 他报个班 他听听 听完了以后 就我们身体训练的时候 他也比过几下 P6 我说那天我们连花 跟外单位 我说马龙你来一个吧 明年 他说给我一年时间 他说我现在刚起步 苦练霹雳 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 我们也会欣赏到 运动员的另外一面 多才多艺 但我觉得运动员输球的时候 痛苦啊 他不是件坏事 要不痛苦 我觉得这运动员 他对事业没有那么深的情 我觉得这个痛苦 它是一个过程 我们也就把它看作一种 在用功 但痛苦完了 你能拔出来 你别老痛苦 对吧 豆瓦说你要化悲痛为力量 是 就说的 我输球可以 输球完了 我通过一段痛苦 我松过一块探索 我找出中间的道理 我输我也要 花钱买个明白 是吧 别稀里糊涂 输 输完了下回再犯 再重复 你叫屡教不改 女运动员呢 他输一场之后 对他这个情绪上 这个影响的周期 就比较长 不像男队员 可能更洒脱一些 10比7 7比10 这样王浩拿下了第四局 在前四局呢 双方就打成了2比2 不过我们之前就 也说到 这两位选手呢 是最值得关注的两位选手 每一次都是强强对话 谢谢大家